欢迎回到美都新闻 今年由于国内疫情得到了控制 停办了两年的婆罗浮屠卫塞节庆祝活动得以恢复 印尼佛教协会总主席邹立英呼吸 呼吁信徒们要团结一致以应对困难 今年释迦摩尼佛诞生成道涅槃的日子 俗称卫塞节 三者虽非同一天却全都在五月份 且有月圆之最大共同特点 这一天佛教徒们会举行庆祝活动 但持续了近两年的疫情 导致国内的佛教信徒们 只能够以线上线下的方式庆祝 虽然没有在普罗浮屠佛塔举办庆祝活动来得庄严隆重 但也意义深远 今年由于国内疫情得到控制 停办了两年的普罗浮屠卫塞节庆祝活动得以恢复 印尼佛教协会总主席邹立英借此呼吁信徒们 在今年的卫塞节 尤其是疫情期间要团结一致应对困难 才可获得智慧和快乐 并将佛教教义落实于现实生活中 每日新闻 采放报道 优优优独播剧 warfar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lusive 室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